国防部副部长沈一鸣上将 日前代表部长延德发前往空军第二连队 未免空军新竹战斗营学员 沈副部长表示 国防部办理战斗营的目的 就是要让参与营队的学员们 能进一步认识国军 期许大家将所见所闻与家人朋友们分享 成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种子 国防部108年全民国防教育寒假战斗营 日前已办理完毕 营队课程结合国防专业与军事特色 安排学员亲身体验 借以强化国防建设 对国家整体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建立全民国防信念 激发防卫国家意识 今年寒假战斗营既有陆军 南部战场抗压体验营等14个营队 以多元教学与寓教娱乐方式 借由实作及参访 引导青年学子体验国防事务 国防部指出 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持续性 长久性的工作 需要国人共同支持与参与 期许民众未来踊跃参与国防事务 增进交流互动缩短距离 提任国军建决